也唱起了中国国歌是战力致意 引起舆论的踏法 荒诞几乎等同叛国的行为 除了唾弃不齿跟修法重诚之外 这30万名退将 包括了现在不分区立法员吴思怀 修法通过之后他受访说会遵守法律 但是批评立法动机有问题 吴思怀当时认为 这一项修法代表民进党不信任国军 羞辱退将跟即将退役的将领 让现役的国军如何效忠国家呢 吴思怀 你们拿台湾人纳税提供的终身优渥待遇到中国效忠 还有嘴说